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呀 咱俩喝点啊走走走走走走 快看 臭小子 你谁啊 终于找到你了 我们最关注的中国选手石小春 虽然本轮继续发挥出色 但貌似并没有得到评委的青睐 只以第十名的成绩惊险晋级 是的 我居然进来 林晨现在在准备 就进山舞蹈学院的入学考试 他要出国 我没跟你说是怕影响你的比赛 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带事吗 还是说 你对我们之间的感情一点信心都没有 不是的 我对我们之间的感情 很有信心 够了 你别再说了 没想到我们之间还是有秘密 还是我现在不能跳舞了 在你眼里就已经没有用了 你什么意思啊 当初是你让我以比赛为重的 让余老师给我加大训练量 现在余老师都辞职了 从海武辞职了 现在去旧金山舞蹈学院高就了 但心里还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上学的时候我就不如他 我生个女儿也不如他的儿子 好不如与凌晨分心了 有个机会你能赶上他 他都把你毁了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舞蹈 讲的是这对恋人 从相爱相知甜蜜 到争吵和好的过程 那结尾是什么 你们两个考虑过吗 你真把结局想得这么开吗 你就这么在意我的答案吗 不然呢 这现代舞跟古典芭蕾 其实很多地方都是相通的 只不过发力点不一样 发力点 小春 你果然是我的经理啊 好啊 你用古典芭蕾的直腿转 过渡到了现代舞的快速转 这个很巧妙啊 这都要谢谢小春 你怎么来了 因为你需要我 可是你的比赛 余曼曼 我喜欢你 来我身边吧 我答应你 不会再有悲伤和痛苦 我会用我的一切 来守护你的幸福 每一朵都是我们的故事 离决赛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我们的训练强度也越来越大了 有几个技术动作 我却一直拿不下来 不行 我还要再弄一点 小春 你这样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今天早上练早工的时候 我转着转着突然就摔出去了 好像找不到重心 好放 就是很多跳舞的人 跳到一定程度 都会发生的一种情况 所以这段时间 把比赛的事情先放一放 把基本贡献捡起来 这怎么能行呢 我这两天再好好练练 你们等着吧 这都这个掉了 丫头还没有回来 是不是迷路了 这是哪儿啊 去哪儿了啊 去小春 小春 小丫 小丫头 你怎么才来啊 这都可是凌晨设计的 他是竹猫 像小孩一样 幼不幼稚 确实挺感人的 小春 嗯 我知道你跑分的原因了 我认为你 你尝试 等凌晨下来 我们都去机场了 所以得不出力了 小小小 今天照顾好自己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